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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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肃在长江上游和陈军作战 经过几个月奋战 最终取得了胜利 之后沿江而下 到达汉口会和秦王阳俊 之后 杨肃派军南下攻占襄州 魏随军后来南下领南开辟道路 之后 朝廷召回 杨肃平臣的任务完成 因为此次战争功劳 杨肃被封为越国公 陈国被平定后 因为江南士族不满随朝的统治 很多地方发生叛乱 杨肃在一次被帝国绝活 又走向了平乱的前线 杨肃率军从杨子金金江苏扬州南渡江 一路往南打 最后打到了泉州 花了两年时间 终于平定叛乱 平定叛乱后 杨肃又被召入朝中 此时是592年10月 与此同时 北方的突厥也不断地骚扰随边境 随文帝对此非常恼火 在和突厥的战斗中 杨肃又一次领军上场 599年 600年 杨肃几次打退突厥的反边 601年和突厥的一次战斗中 杨肃连连破底 打 得突厥逃得远远的 因为此意 杨肃的几个儿子 被随文帝大大的封赏了 602年 独孤皇后去世 随文帝和独孤皇后感情深厚 杨肃在处理独孤皇后后事的时候 很合随文帝的心 于是又是多加赏赐 杨肃的弟弟 儿子 叔父 祖父各个高官显决 恩宠无比 当然 那个时候随朝内部也很多纷争 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 杨肃知道杨广有多畏之心 早早投入了他的门下 604年 随文帝去世 杨广即位 杨广的即位引起了弟弟杨亮的不满 于是杨亮举兵反叛 杨广派出杨肃率兵争讨 在能战善战的杨肃面前 杨亮没折腾多久就败了下来 经过这一战 杨肃功劳更大了 子侄都已经一同三思了 忍臣之极了就要撕退 随杨帝对他风赏不断的增加 但杨肃越感不对 原来随杨帝表面是对杨肃有特殊的礼遇 背后却是另一套的 当时算命的说出的会有大方 随杨帝赶忙吧 杨肃分到处的去认处国公 后来杨肃的身体也不行了 随杨帝于是派明医去诊治 而且送明药 每当医生诊治完后 随杨帝背后问这些医生 究竟他什么时候死 杨肃是个聪明人 他心知肚明 于是对弟弟说 我名分和地位已经到了极限了 不需要小心谨慎的活下去了 要死了还需要再活下去吗 杨肃不肯是要 很快就死了 杨肃此举很聪明 如果病好了 说不定反而会遭遇到更大的不测 杨肃死后 随杨帝赠杨肃光陆大夫 太北 嗜好警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